長者專注的眼神歡快的氛圍 第一屆桃園市文件站拉米桌游 聯誼賽歡樂登場 由中立 平鎮 建國 楊梅 東風 新屋文件站共同舉辦 許多長者第一次參賽 雖然大家有說有笑 但還是會感到緊張 剛剛開始很困難 不知道怎麼玩 沒有玩過 還沒有一個月 只要三次而已 那你覺得好玩嗎 好玩 但是會緊張 就是平常心 就是大家在一起很高興的感覺 腦筋動一動不算困難 我們練習才幾天了 人家別的戰鬥已經練好 已經很久了 但是有這個信心可以參與也不錯 所以有信心達到冠軍嗎 可以 加油 德國競賽促進長者腦力激盪 造福員就表示拉米牌上面的顏色 出牌的邏輯思考都有助於延緩 長者腦部退化 起初我們就是用豬油像麻醬類的 他們有一點習慣了 那正式接觸到不同的豬油 讓他們有可以預防失智 然後增加他們的橫化腦力 它含有就是顏色的辨識 然後邏輯的部分 還有所謂的數字加減的部分 去做排列 那其實這樣子可以活化我們長者的一個腦力 延緩他們在不管是記憶或是邏輯的部分 都可以再去做延緩它老化的一個情況 桃園市文建站第一屆拉米桌遊競賽 也在長者歡快且緊張的氛圍中落幕 透過桌遊活動促進長者記憶力訓練 有效延緩長者失能失智 未來是否會持續辦理 長者們都相當期待 原始新聞改造馬鈕 許家榮桃園中立參與報導